Hello 大家好 迪斯尼的《花木兰》马上就要上映了 本来这部片子早就拍完了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话早就上映了 现在因为疫情关系 这个片子的档期就重新做了一个调整 那么针对中国大陆这边上映的日期就定在下周 现在正好是迪斯尼针对这部巨作 他投资了好几个亿美金 可以称之为巨作了 现在目前在国内这边在大肆的宣传在推广 就在这个档口黄之锋 香港黄之锋就跳出来了 他在推特上号召所有关心香港 支持香港民主的全世界人们要抵制这部影片 为什么抵制呢 因为大家知道这部片子的女主角是刘亦菲 黄之锋就说刘亦菲之前曾经去年支持了香港警察 凡是支持香港警察的都是对香港民主的亵渎 都是与香港人民为敌 这是黄之锋下的结论 所以鉴于刘亦菲这种表现 所以黄之锋现在号召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 人们都要站起来抵制黄木兰这部片子 我在想黄之锋 你知不知道黄木兰这部片子迪士尼投了多少钱 几个亿美金 知道吧 而且本身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肆虐 尤其是美国 这个电影院啊 很多国家都关了 而且一关关很久 院线这块能不能生存是一回事 这个电影制片厂 电影制片公司 能不能生存 也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 迪士尼好不容易盼着 这个很多国家解封了 对吧 能看电影了 尤其是像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而且本身来说 他拍花木兰这种题材 你觉得他拍给谁看的 你觉得他的主要的面向对象是谁 不言而喻肯定是中国嘛 对不对 就像当年的那个类似于像功夫熊猫啊 就这种 花木兰之前好多年前 他也拍过动画片 这次是真人演的 当年动画片在这个中国大陆 就是非常火 那么肯定是迪士尼 希望花木兰这部片子 能够在疫情期间 现在疫情还没有过去 能够在疫情期间 能够提振迪士尼的业绩 对不对 你在这个时候你泼冷水 你站出来 号召大家抵制这部片子 黄之锋你是不是疯啊 你真疯了吧 你是在抵制谁 你是在抵制刘亦菲吗 刘亦菲从迪士尼那拿了片筹 人家走人了 拍拍屁股 人家钱到手了 装进兜了 落袋为安了 你现在抵制啊 你现在是在抵制迪士尼知道吗 迪士尼是哪个国家的知道吧 黄之锋 你觉得美国这些大财团 假如说啊 因为你的抵制 导致了这部片子的票房 不理想 亏了 而且亏大钱了 你觉得你有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黄之锋 你这个民主邪教啊 目前有点上头 有点走火入魔了 不行看看医生 我之前劝了你好多次 对吧 现在啊 香港那边有专制 这个民主邪教的地方 专科医院 就是国安公署 出门又转 对大不了再搭个地铁就到了 那个地方啊 专制你的这个民主邪教 对不对 你在那上把病先治一治 你再出来做人 省得你看 你遛个狗 也被人尾随 追着骂你 卖过贼 你现在呢 出来抵制这个 迪士尼这部这部片子 你看一下 看上去是表面上 是抵制刘亦菲 实际上你是在抵制美国 你迪士尼容易吗 现在啊 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着中国大陆 这边解封了 是吧 电影院都让进去看了 赶紧把这部大片子 拿出来吧 投了这么多钱 成本还没收回来呢 这个时候你号召大家都抵制 你疯了 我跟你说你真疯了 你要说黄志峰是不知道 其实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黄志峰有意的 为什么呢 其实黄志峰 你看自从去年反送中到今年 黄志峰朝着特朗普 川普呼救了好多次 直到国安法落地 傻逼了 对吧 川普的所有的惩罚 全落在香港自己人头上了 结果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黄志峰这次 对花木兰这部片子的抵制 看似是对刘亦菲的抵制 其实黄志峰是剑指 美国 剑指 特朗普 知道吧 指桑骂怀 我觉得这是黄志峰 真正的用意 你还真别小看人家黄志峰 是不是 民主的斗势 智商能这么低吗 他难道不知道 这部片子是美国投资的 所以黄志峰 你这招太毒了 表面抵制刘亦菲 对刘亦菲是丝毫没影响 你真实的目的 你想针对的是美国 针对的美国这些大财团 说白了也是针对美国政府 你想表达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对不对黄志峰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但是你又不好意思 明面上指着美国政府鼻子骂 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你觉得美国政府没有挺你 没有挺你们香港民主派 所以你这个时候跳出来 是吧 借壳上市 借着花木兰来抵制美国政府 表面上好像又骂刘亦菲 其实是骂川普 所以美国政府这次也要擦亮眼睛了 黄志峰这种人 你不能挺他 知道吧 面有反骨 你对他稍有不顺心 他反过来就咬你 这就是一条疯狗嘛 对不对 听不成功了吗 这就是一条疯狗嘛 那就去误狗嘛 这就是一条疯狗的 没我